弟兄姐妹 祝你平安 我们感谢主啊 今天是父亲节 刚才勇姨说他找不到父亲节的歌 实在是这样子 真的是这样子 妈妈的就大家都知道很出名的 世上只有妈妈 但是父亲的真的 找不到 所以我们等着你的创作 如果你在音乐方面有训练的话 有这样的一个恩赐 可以创作一首 世上爸爸最好 真的很感恩神把父亲赐给我们 父母在我们生命当中 真的是好像天父在我们生命当中一样 成长的路上 你可以看到他们付出的代价 我时常提醒一些年轻人 少年朋友 他们非常的叛逆 我说跟他们说 我说你有没有想到 你今天 这把年纪 虽然是少年人 青年人 但是你知道父母在你身上 他们所付出的有多大 当你生病的时候 有多少次你发烧的时候 父母整夜都没睡 有没有去数算 父母在你身上的恩典 真的 真的好像刚才那一节圣经讲的 我们的天父 的恩典是够我们使用的 真的好像我们的父母的恩典 在我们身上所示的恩典 是够我们使用的 真的是足够我们使用的 兄姐妹 愿主祝福我们 让我们晓得 数算祂的恩典 Amen 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 耶稣基督对保罗说 我的恩典 是够你用的 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如果我们看这个 第十二章 格林多厚书 你知道保罗 他也有软弱 也有钢腔的时间 特别在十二章里头 在他的生命当中 进入一个很软弱的阶段 他说他生命里面有三根的刺 他心中有三根的刺 有一根的刺 他祷告了三刺 不是三根 一根的刺 他祷告了三刺 三刺神都没有把他拿去 所以他感受到生命里面 非常的软弱 所以你在 极度软弱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他听到耶稣基督 接着圣灵的感动 让他知道 神对他说 通过耶稣基督对他说 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特别是你软弱的时候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 保罗说 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使基督的能力 来复辟我 在这里就讲到 能力和软弱 我们活在一个 讲权力 讲权柄的一个时代 有权 有势 讲刚强的 这一个时代 我们都不喜欢 谈到软弱 因为软弱显得自己 是很无能 很无助 但是 在生命里面 没有人可以逃避 软弱 Amen 你在病痛的时候 我们会软弱 在失败的时候 我们会软弱 每一个人可以 完全没有软弱的事件 对于非信徒来说 他们有他自己的方法 去 让自己 同心的 这个 刚强起来 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耶稣基督给我们的 是非常清楚的 他说 你 劳苦当中大的人 到我面前来 我们不是靠着 其他的方法 我们是靠着 耶稣基督 我们重新得力 在主的面前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对保罗说 他对我 我就是保罗 他说 我的恩典是够理用 所以你不要惧怕 当你软弱的时候 他说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 显得完全 我的能力 不是在人的能力上 显得完全 不是在人的刚强上 显得完全 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 你看这是 非常 这个 很美的一句话 给我们 很大安慰的一句话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那真是神的 能力彰显的时候 所以他说 我 保罗说 我喜欢 夸自己的软弱 有谁喜欢 夸自己的软弱的呢 I want to boast My weaknesses 我们都喜欢 夸自己 的刚强 你看我多强壮 多健康 多有钱 多富裕 多成功 这是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的 这种的价值观 没有人会夸自己的软弱 所以 圣经里面很奇妙的 保罗说 我是更喜欢 夸耀自己的软弱 就是谦卑 在主的面前 夸耀自己的软弱 好使基督的能力 可以复辟我 你可以看到 他的做法 跟我们今天 一般的人的思想 是不一样的 他不是显示 自己的刚强 而是显示 自己的软弱 为什么呢 他说 没有他自己感受的软弱 他什么时候软弱的时候 他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因为神的能力 会复辟他 会复辟他 他学习了耶稣的榜样 耶稣给我们看到 也是一个很软弱的 一个人 虽然他也是 完全的神 但是在世上 他给我们看到的 有他刚强 也有软弱的一面 特别在软弱的一面 他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 你可以看到 这是最软弱的一面 甚至 这些 把他钉十字架的 罗马的 兵丁 他说 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 你可以叫你的天父 拆拍天使来拯救你 你可以看到 耶稣都没有这样做 他是非常顺服的 上十字架 这是一个非常软弱的表现 但是在最软弱的时候 上帝的人力彰显了 就是耶稣基督复活 他三天以后再复活 你可以看到 从软弱进入钢墙 这是保罗学习的一个模式 他跟随主 他消化主的一个方法 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失败 不是我们软弱 而是我们太刚强了 Amen 有没有觉得 有时候我们太强 不是太好 我实际上跟一些姐妹说 我说你做人家太太 有时候 显示自己一些软弱 不要觉得自己什么都行 你丈夫很没面子 你什么都管 管外管瑞 你没有很多人太太强 特别是现在的姐妹 我很担心 我们下一代的弟兄会怎么样 我们这些孩子们 我觉得 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发现 在教会里头 很多小小的 这些所谓的儿童 姐妹 这些女孩子 非常厉害 她张嘴 讲话 弟兄就藏在角落 这些小弟弟 就藏在角落 那些女的 哇 这个 我很担心 在下一个世纪 弟兄是被列带的一群 因为姐妹太强了 你看现在 美国很可能的 会来了一个什么 美国 李总统 美国世界最大的一个国家 最强的国家 会来的 姐妹你不要误会我 你们 我只是说 有时候 我们在一个家庭生活当中 夫妻的关系里头 有时候你太强了 你要too strong 你是个女强人 其实对 夫妻的关系不是太好 特别是 你的丈夫也是比较软弱的那一种 啪啪的那一种 你就是 哇 手提电话 说这个拿着公司包 驾着你的什么车 哇 这个 我们看到着我们都啪 所以单身的姐妹 你不要那么刚强 不然你找不到 很难找对象 告诉你 弟兄很怕你 你太厉害了 有没有 所以单身有一个原因 因为现在 太多的女强人了 这些都是主管 公司的主管 我不是说这个不好 但是 人性 你要去撤夺一下子 特别是男女之间的 那一种的互动 你太强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学习谦卑 姐妹要学习谦卑 当然弟兄也要学习谦卑 如果一个 一个很刚强的丈夫 其实 她本身也要 让她的太太知道 她需要她 她需要她 虽然她 多方面都很行 但是 你做一个 很强的丈夫 很强的男性 也要让你的 你的太太知道 你需要她 就是你什么都行 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 一个谦卑 是耶稣基督的榜样来的 做基督徒 我们都要 彼此学习谦卑 所以圣经里面讲的 圣经说 神说我把恩典 吃给谁 吃给谦卑的人 我阻挡刚强的人 刚强的人 没有办法 他们愿意顺服的 唯有谦卑的人 我才把恩典 吃给他们 这是 很正确的一句话 弟兄姐妹 在 这个 圣经的教导当中 你看到保罗 他 可以做是一个 非常 有能力的一个人 他是 可以说是一个 如果 以现在的角度来形容他 使徒保罗 他是一个学者 他也是一个 政治家 他的口才很好 他有很多学问 他精通 希伯来文化 还有希腊文化 你可以看到 他是一个律法的教师 他是 甚至我们相信 他甚至是 做政府的官员 还记得 保罗是拿着公函 去做基督徒吗 谁给他公函 为什么他可以拿到 这些公函 这些所谓的 这个 文件 去捉拿基督徒 他是被 被上司派去 意思是说 他本身在 可能是在 政府的地位上面 位置上面 他也有 站了某一个位置 他是一个刚强的人 如果把他 放在今天 他可能是国会议员 甚至 这个也是部长 他是大学的教授 我们 翻开圣经 我们看到保罗 他的确是一个 可以 给我们学习的 一个榜样 为什么 不是他的刚强 还是保罗时常强调的 就是他自己的软弱 那什么是软弱 软弱是不是 自己显得自己 很没用 让人都求人帮助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思想 这个软弱的时候 要记得 我们 在 跟随主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 依靠神 我们信了 耶稣就不一样 过去我们 依靠自己人 当我们信了 主之后 我们是依靠上帝 就算你很行 但是你 显得你是 在神面前 要学习谦卑 好像保罗 学习耶稣的榜样一样 学习谦卑 所以 软弱 其实就是一个 谦卑的表达 你虽然行 但是 你还是 愿意 去 请示 别人 请教别人 听别人讲 然后 来到主的面前 把事情 交托给主 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 这是你信耶稣 跟还没有信耶稣 之前 后的 不一样 你的心态改变了 你的心态改变了 你的价值观改变了 你的价值观改变 是什么改变了 你不再觉得 金钱 是你死到你刚才的 一种的元素了 或者是你的 聪明智慧 这一切你都知道 是从神来的 如果不是从神来的 到底 他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基督徒会说 有什么事情 不是主所赐给你们的呢 有什么东西 你们不是领受的呢 都是领受的 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 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主啊 谢谢你 赐给我健康 谢谢你赐给我财富 谢谢你赐给我 有做生意的头脑 祝福我的事业 祝福我的家庭 这表达什么 有什么东西 我们不是领受的呢 我们每一样都是领受的 好像我们做孩子一样 我们每一样都是领受的 我们还没有出来工作 还没有办法赚钱 我告诉你 我们都是领受的 我们做孩子 我们知道 都是父母给我们的 都是父母祝福我们的 哪一样东西 我们不是领受的呢 这是在圣经里面提到的 每一样东西 我们都是领受的 所以 如果我们养成 这一种的思想习惯 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就会来更加爱神 更加的亲近神 更加的需要神 所以 保罗这句话呢 可以用 两幅的图画来说明 这个世界 给我们看到了 刚强 就是 成功 但是刚强的人 如果他生命里面没有主 他会跌倒 每个人都会跌倒 但是他就不会再站起来 那这个 是被砍 被砍 砍花的 花木 这些人 把树砍掉的 这个 这是红山木 Rickwood trees 在美国很多 是非常 这个 可以说是 很强壮的 这个树木来的 他可以呢 就是 抵挡 风雨 不会倒 高大 崇伪 稳定 给我们看到的 就是一副 刚强的样式 但是 非常奇妙的 当 他被砍 砍掉的时候 被 罚木的人 就是 这些 把木材 砍去 做 这个架石 或者是 木材事业的 他就不会成长了 很奇妙 我们不晓得 为什么 如果把它砍掉的话 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一个 很刚强的 红山木 红山树 砍掉了 就算它多刚强 它还是 永远 这个样子 它没有办法再成长 这是 我们看到 这个时代 这个社会的价值观 我们刚强的 如果没有耶稣 没有耶稣 在我们生命当中 许多的人 一失败 就失败了 那 另外 一幅图画 让你看到的 当圣经讲 软弱的时候 就用 橡胶树 它没有 红山木 这么 刚强 你们家里面的 后 后花园 这个 这个 门泉 有没有中 这个 橡胶树 你怎么砍 砍了 它就在身 这个是很麻烦的 东西 它的生命力很强的 虽然显示很软弱 的橡胶树 矮矮的 我们很容易把它砍下来 但是它成长得也很快 它自己可以成长起来 那我就很喜欢 用这样的一个 画面 跟大家思想 其实 基督徒 不应该像 红山木 我们应该像 橡胶树 什么时候软弱 当我被砍得 好像都没有 无天无日的时候 我们不知所措的时候 我们失败的时候 但是 神就很奇妙的 在我们生命当中 开始又 另外一个生命 成长起来 当我们面对 许多失败的时候 神在我们身上 要吃恩典 所以他说 我的恩典是够里用的 所以他的生命 又开始新的 在我们生命当中 所以基督徒 我们不要惧怕 当我们如果有失败 我不晓得弟兄姐妹 在座的 有没有 活在一些困难的当中 觉得自己很软弱 病痛 或者 失业上的困扰 或者家庭的问题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把我们的问题 带到主的面前 你觉得自己很软弱 我告诉你 神真是要在这里 祝福你 显得你这么谦卑 来到他的面前 你依靠神的心 会越来越需要 越来越刚强 所以保罗他说 我祷告 让你们心里的力量 在以福所书讲 心里的力量 可以刚强起来 心里的力量 是最重要的 我外表可能 别人看不起眼 但是我心里的力量 可以刚强起来 好像 像教书一样 开花结果 刚强起来 心里的力量 第三章 以福所书 让我们里头的力量 这个内在的力量 可以刚强起来 当我们刚强起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由 继续的重新的出发 在我们人生的路上 上帝说我们 生命里头的原性 这个很重要 他是一个原性 在我们生命里头 神 我们信耶稣的人 我们有主的生命 在我们当中 他是不会被消灭 但是不表示 我们不会软弱 因为我们还是活在 肉体的当中 肉体是死到我们软弱的 我们会生病 会跌倒 会失败 但是请大家不要惧怕 我们来到神的命中 所以为什么 教会 教会就是让大家 刚强起来的地方 教会很重要 所以你来这里 聚会礼拜天 你领受神的话语 你重新得力 那你再一次站立起来 去面对这个礼拜 工作和生活 所以恩典 恩典这两个字非常重要 grace 恩典非常 这个在圣经里面 是很 让我们能够呢 这个走天路的 一种的很重要的能力 就好像我们的汽车 需要汽油一样 他好像汽油一样 让汽车能够行走 恩典 基督徒是活在恩典当中 基督徒是站在恩典上面 这是圣经里头 从不同的角度 形容恩典 那你的问题是 什么是恩典 什么是恩典 恩典就是 神赐给你一些 能力 是你不配得的 你不是靠自己的人力 去换取的 如果是靠自己的人力 去换取 那就不是恩典 他好像一份礼物一样 是上帝送给我们 是神给我们 所以耶稣就来的是 来什么 带来什么 带来恩典 还有带来真理 恩典和真理 都是主带来的 恩典让我们能够 继续走在天路的当中 全然是恩典 全然都是恩典 所以旧徒要学习 要知道恩典的功课 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保罗多次的谈到 整整一百多次 都谈到恩典 恩典 恩典 我们今天相信的是 恩典的福音 The Gospel of Grace 我们不是相信 The Gospel of Law 我们不是相信 律法的福音 我们相信是 恩典的福音 福音是恩典的 最具体的表现 耶稣基督为我们 死在十字架上 神的赦免 神的接纳我们 都是祂的恩典 都是全然 是祂的恩典 神爱我们 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上帝为我们死 在耶稣基督身上 为我们死 基督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 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弟兄姐妹 基督为我们死 这是恩典 所以当我们 能够多思想 神的恩典 我们就更够爱主 更加谦卑 更能够亲近神 更能够服侍神 因为我们现在 所有的都是恩典 我们感谢主 弟兄姐妹 在基督徒的 这个信仰当中 跟其他的宗教 有什么不一样 我时常提醒弟兄姐妹 我们基督教 跟其他宗教 最不同的地方是 恩典 最不同的地方是恩典 别人行善 我们也行善 别人捐血 我们也捐血 对不对 基督徒人也是捐血 佛教也是捐血 没有宗教背景的 也是到处捐血 其实我们的血是蛮多的 在报纸翻了 翻开报纸 很多地方的 什么社团都是捐血的 那你说基督徒的捐血 跟其他人捐血 有什么不一样 基督徒的捐血 是比较 我们的血 是比较 比较好一点 还是什么东西 那我时常提醒东姐妹 社会关怀的工作 是我们的责任 并不是我们得救的元素 我们得救的元素 是靠恩典 佛教徒 他们要做善事 所以捐血是一种善事 还有很多行善 他们要用行善 去进入他们所谓的天堂 但是基督徒 不是靠行善而进入天堂 如果是靠行善的话 就不是恩典 就不是恩典 所以今天我们去做一些 社会关怀的工作 这个是应该的 这是我们责任 就算你不是基督徒 你也应该捐血 对不对 阿们 那你到底基督徒捐血 有什么不一样 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这只是基督徒的一种责任 这是我们要表达基督的爱 但是它不是基督教的全部 所以如果你的教会 就是只是做社会关怀的工作 救济从人 这个food feeding 现在很流行 如果你没有钱买菜煮饭 到基督徒去 按照时间就有人来送饭送菜给你吃 这是我们的 可爱 社会可爱的一面 所以还有很多很好心的人 OK 也有基督徒在做 也有黑教徒在做 也有佛教徒在做 food feeding 很多人就假装没钱吃饭 就去拿饭吃 到时候 所以他每个礼拜都 每一天都不必煮饭 因为他可以拿 而且都不差的 来斯人吗 这个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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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人一包 然后有一杯水 这样子 我也去过 做这个food feeding 去看看他们做什么 去观察 去看他们做什么 不错的 我说 以后我要每个礼拜天 每个礼拜去那边吃饭 让我可以省了不少钱 兄姐妹 现在很多人就在做这种工作 我们现在教会也要做 food feeding food bang 弟兄姐妹 我们基督教不是 只是行善的宗教 Amen 记得 我们基督教的福音 是恩典的福音 我们今天进入天国 我们成为神的恶利 不是因为我们 是一个好人 所以难怪我们教会 弟兄姐妹 传福音很难 特别是传给中国人 中国人跟你说 我是个好人 我不需要耶稣 你看 他觉得自己没做错事 他自己行善 他就是一个好人 我告诉你 福音 不管你是好人和坏人 你没有神在生命当中 你就是需要福音 所以罪人 就是一个没有神的人 不是做坏事的人 你可能是没有做坏事 你本来就是一个 所谓的好人 没有偷 没有抢 没有邪念 君子一位 但是 但是 如果你觉得 靠着自己的行为 可以进入天国 天堂 那不是基督教 那是佛教 所以为什么 我们永远比不上 慈祭 很多弟兄姐妹 就一直在讲 你看人家慈祭 你看什么灾难 他们马上就到了 你们教会总是慢了 人家几步 弟兄姐妹 这快慢可以有什么分别 你觉得慢了一点又怎么样 你真的可以完全解决他们的问题吗 他们很快 为什么他们这样做 因为他们必须要用行善来累积他们的功德 Milet 这个字 So Grace is God's admitted favor 不是因为靠我们的功德 我们的善行 而欢取的宗教 所以就用这杯请你记得 这个是很重要 为什么我们需要 很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 因为是恩典 今天 如果你能够抓紧神的恩典的教育 你会发觉到 你的家会有不一样 因为你能够成为夫妻 成为 有孩子的爸爸 有孩子的妈妈 那是神的恩典 是神自己的恩典 你要数算 所以圣经说你要数算 神的恩典 今天你的事业 如果有成就的话 那就是恩典 所以 为什么我们需要感恩 因为我们要谢谢神的恩典 赐下来 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 它的着用非常大 我这里给大家看到 在我们生命里头 它给我们的益处是蛮多的 那我就先提三点 以后我们再提 第一 恩典是救赎了我们 恩典救赎了我们 这个很重要 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基本的 这个 恩典的功能 它救赎 救赎了我们 看看圣经怎么讲 你们得救是本福恩 也应做信 兄姐妹 今天我们得救 我们成为基督徒 是神的恩典 怎么恩典呢 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 承担了十字架的 一切的痛苦 我们的罪 他都承担了 我们的咒诅 他也承担了 他把一切都吸进了 他的生命当中 所以你有的 所犯 你在神面前 你是一个罪人 世人都犯了罪 亏欠了上帝的荣耀 所以这个 谁替我们承担 这个罪的审判呢 罪的公家就是死 谁替我们承担 这个死亡呢 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是 得救的人 感谢主 我们心中有神 什么叫得救 得救就是 我们与神 重新建立关系 我们找到了 我们生命的 这个 所谓的 起源 就是我们的上帝 他是我们生命的原心 上帝是我们生命的原心 是我们的那一个 启发点 我们要回到 他的生命当中 这个是 最宝贝的 也应做心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教会 我们弟兄姐妹 我们大家能够 聚在一起 建立教会 建立团契 建立我们基督徒的生活 是应做心 我们是一个 信仰的群体来的 A believing community Believe God 我们信 这个是很特别的 基督教的一个特色 信 我们不是一个achiever 我们是一个believer 所以如果是恩典的话 我们就是不是靠着 自己的这个成就 有时候我们说 你看我们教会多好 多大 做得多好 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不知不觉当中 我们觉得是我们的成就 我们会洋洋得意 弟兄姐妹 我们不是一个achiever 我们不是一个成就者 只有神他是成就者 Amen 我们是一个信者 Believer 信谁啊 信上帝 我们是信徒 我们不是一个成就大事的 那一个人 成就大事是神 神透过我们去完成一些工作罢了 因为我们信他 所以因着信 所以保罗没有说 你们得救是本福恩 也因着你们的成就 因着你们的功德 因着你们的善行 保罗没有这样 他说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而是上帝所吃的 你可以看到吗 不是自己出于自己 而是上帝所吃的 也不是出于自己的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所谓的行为 所谓的这个自夸 你可以看到 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一些 不是因为我有钱 所以我要做一个基督徒 我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 不是因为我聪明 我成为一个基督徒 不是因为我漂亮 我就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 不是我们的行为 不是我做了很多善事 我就可以做一个基督徒 我根本都不需要这一些 我只要信 我就可以能够成为基督徒 所以我们不需要夸口 没有人可以夸口 一个不会自夸的人 他就是一个谦卑的人 他归荣耀给神 他凡事归荣耀给神 他凡事来到神面前祷告 不是他做了什么 虽然他是做了很多的事情 但是他永远都是觉得 这都是神的恩典来的 他把这一切交给神 把一切归给神 他不会透夺上帝的荣耀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 我们是恩典开始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 第二 恩典赦免了我们 因为恩典我们被赦免 forgiven by grace 我们得救 然后我们被赦免 我要患恕你们的不义 绝不再记得他们的罪恶 我要患恕他们的不义 西伯来书有人说是保罗写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西伯来书八章十二节 的确有这么一卷宝贝的话 我要患恕他们的不义 绝不再记得他们的罪恶 你可以看到这是恩典 弟兄姐妹 今天在我们的信仰当中 我们虽然信了耶稣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活在 有时候是活在失败跌倒 甚至犯罪当中 你可以看到圣经的宣告就是 我要患恕他们的不义 耶稣基督在实际上 祂成就的工作 我们能够得着的最宝贵的 就是我们被患恕 我们的主留出祂的宝学 是赦免我们的罪 刚才我们领受耶稣的身体和宝学 在生战的时候 表达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 因为耶稣基督的宝学 赦免我们的罪 耶稣基督的宝学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的罪 它绝不在纪念 绝不在纪念 这也是恩典 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觉得 有时候如果你靠行为 你没有看这个运动的比赛 不久就Olympic要开始了 有一项运动很喜欢看的就是跳高 你喜欢跳高吗 还这样 我真的很佩服这些人 他可以到那个栏杆的时候 他可以转身翻过去 这个不简单 有谁可以做到的举手 你们以前读书 读书的时候有没有跳高过 卢道远 没有跳高啊 跳远 你会卢道远吗 跳远吗 你可以看到跳高 他不断的提高他的那个栏杆 你跳过了还提高 跳过了再提高 但是总有一个巴 你没有办法跳过去 如果 你就以这个角度去看 今天我们的旧族生活 如果以行为标准来看 你要做什么做什么 才可以得到上的祝福 我们真的好像跳高 我们顶多就跳到某一个阶段 我们就不用 再升高的 我们就没有办法过去 律法就是这样子 你可以看 要遵守律法调回很多很多很多 我们可以做一个 遵守了一个 第二条呢 第三条 他的巴 这个栏杆是越来越高的 今天如果你是靠行为 你多好的行为 才能够得救啊 才能够追得赦免啊 我们没有办法 弟兄姐妹 我们都会跌倒 我们都会死到栏杆 跌下来 这正是我们 所谓的跌倒犯罪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办法 完全满足上帝 所定的道德标准 我不是说道德标准 很不重要 道德标准很重要 道德标准很重要 耶稣说 圣经怎么讲 圣经说 你动刀杀人 你就是 犯了这个实践 但是耶稣怎么讲 你有怒气的时候 你要想杀人 还没有杀 你已经是犯了 这个杀人的 谋杀的罪了 你看耶稣把那个 巴定的很高 他没有 你说耶稣 是要把道德都丢掉了 没有啊 耶稣没有把道德 亏律丢掉 他还是 把他放在那里 甚至把他放得更高 你只要想啊 都不可以啊 有谁不可以 有谁没有生气过的 有谁没有生气你老婆的 举手一下 有谁没有生气你丈夫的 杀出你 我想 你看 如果按照耶稣的标准 已经犯了什么 谋杀罪 你看这个 有谁可以过去 所以这些门徒说 主啊 有谁可以得救啊 你可以看到 在我们生命当中 有很多的这些跳高的 这好像跳高的栏杆 我们不是没有办法跳过去 因为 罪恶的势力太大了 所以我说我们跌倒 我们跌倒 我们会犯罪 因为我们失败了 这个道德标准 我们没有办法满足 思想上 言语上 行为上 但是感谢主 你看啊 耶稣基督 他赦免我们 他永远的 赦免我们 今天赦免我们 以前他赦免我们 所做的 将来他也要赦免我们 如果没有赦免 你做了基督徒 我告诉你 我们是活在极大的痛苦当中 所以我们要学习 在神面前认罪 repentance 所以每一次生餐 我们都是以认罪来开始 认罪表示了我们 谦卑的求神赦免我们 所有的不义 所做的 不应该去做的事情 第二方面 社面 第三 最后 资免我们 恩典不断的资免 我们需要资免 We need to sustain by grace 我们需要资免 就好像你做生意 你需要资免 你需要货物的资免 你做运动员 你需要资免 你需要各种的 操练的资免 甚至vitamin 甚至这些 成功的这些运动员 他需要很多的资免 来建立他的体力 资免 恩典资免我们 所以今天 我们看到 我们建立一件教会 像美加书邦 没有想到我们就 快到一年了 你还记得吗 去年七月开始 我们第一堂崇拜 下个月就是七月了 一年了 一下子 Amen 有没有觉得 谁第一次有来的 记得 第一次有来 那蛮多 第一次 你们当时都在 灾免里面 以后一百年之后 历史的回顾 你们的样子就在那边 你的孙儿看到 可能你的孙儿的孙儿 看到你的样子 那是 G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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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ther 当这个 美加书邦堂 庆祝一百周年纪念的时候 不晓得 你们还在不在 我不知道 肯定我不在 兄姐妹 美加书邦堂 走到今天一年 是不是有神的恩典在支援 你觉得怎么样 Amen 人力支援 上帝透过人 来建立这个教 透过传道 透过弟兄姐妹 钱财上的支援 有没有 祷告的支援 属灵的支援 每个礼拜在这里 讲道的支援 还有很多活动 它都是一些的 Element 支援 Support 元素 来建立这件教会 所以你看到圣经 讲得非常好 菲律比书二章十三节 它说 因为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 你看啊 在我们心里运行 使你们又立志又施行 我要成就他的美意 Desire 英文翻译得很好 Giving you the desire and the power to do what brages him 我告诉你哦 我在美加堂 那么久 不是这里 这个 我从来 没有机会吃早餐的 你相信吗 因为 那个时间很 有时候他们 我们一个月 有两次的那个茶点嘛 美加堂的人没有那么快忘记啊 你们过去的日子在美加堂啊 那个茶点的时间 我就过去打招呼 我就很少吃东西 因为 你知道哪做咖啡啊 又哪做蛋糕啊 吃得满嘴都肮脏肮脏 这样子跟人家讲话 没有礼貌 你是牧师呢 拜托 所以 牧师要喝茶 我说等一下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其实我是没有办法来的 吃完了 再没有 的话就完蛋了 没有的饲料 所以 我 没有吃早餐的 一直在等到这个 一点多 他说 我很想说 我来这里 我一定 冲上去先 去到 Angeline 他们会玩 不是啊 冲咖啡啊 哇 感谢主 人工很安静 在这里 喝一杯茶 吃 今天吃什么 吃蛋糕嘛 还有那些 有点咸的 米粉 而且很好吃 很好吃 他是有 冲 是不是冲 那个味道很好 OK 我就很享受 我在美加堂 是没有这个机会的 没有这个机会 弟兄姐妹 这一群妇女 也有一几位弟兄在那边 要高高针 没有帮衬的啦 就是那么简单 所以玛利亚的工作 很重要 Amen 不要觉得玛利亚不重要 知道什么意思吗 玛利亚跟 这个 玛达的 那个 玛利亚 还有玛达 玛达工作 很重要 他们都是做 玛达的工作 Mutter 准备东西 给耶稣吃 后来他自己 很不高兴 不教我 妹妹来帮助我 弟兄姐妹 不管你做什么 教会的 在建立教会的时候 都是一种 一种 可不的心 立志 中文讲 立志又适行 谁给我们力量 是神给我们力量 巴不得 我们要感恩 Amen 在我们身边当中 他 建立我们 在前面的路 我们更需要恩典 因为 前面的路的挑战 会越来越大 特别是当教会 人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们面对的问题 越来越多 要做的工作 也越来越多 但是我们不要怕 神的恩典 够我们用 这是 耶稣基督对保罗讲的 神的恩典 够我们用 我们请赞美团到前面来 这个 神的恩典 够我们用 我们一起 默默的 安静的 来祷告 神的恩典 给我们用 对主说 对主说 谢谢主 谢谢主耶稣 祂的恩典 给我们用 自己 向神 献上这份 感恩的祷告 告诉他 我需要 祂的恩典 来支援我 祂的恩典 我们要感恩的时候 我不晓得 可能有一些朋友们 还没有接受耶稣 你可以做出简单的祷告 你说主耶稣 赦免我的罪 我要 请你进入我的心中 成为 我的救主 成为我的救主 召请主进入你的心中 当他成为你的救主 那些弟兄姐妹 我们信主的时间 已经有一段路 我们向主说 主啊 你的恩典够我用 谢谢你 我需要你的恩典 谢谢你